我们结婚吧 我们分手吧 我尽早地让她跟我结婚 前段时间她还送了我戒指 林天乐家的财力 和我们家的债务 她完全可以减免 以临时企业的家族力量 可能我们家别的债 也许都会得到解决 如果能这样 那当然是最好的了 可是那是完全行不通的呀 那我就是骗婚 我就是骗子了爸爸 就算我们结了婚 也不可能幸福 永远心里都有个坎 我不希望我的婚姻 我的感情 变得那么地不纯粹 林总 我已经查过了 咱们公司的外债记录显示 有三家企业欠我们的款项 其中金额最高的 就是梅隆文的企业 另外我们也查了 梅隆文不止欠我们的钱 还欠其他两家企业 其中以抵押的形式偿还了一家 另外一家还未查明 恒我知道了 我现在跟天乐结婚 利用他对我的喜爱 也许这段时间不需要花太长 在少羽家的时候他就喜欢我 我们现在又住在一块 我们俩结婚了以后 一千万就不需要还了 而且以林氏家族的财力 我们别的债主也许都不需要还了 有件事我想跟你说一下 正好 我有事呢也想跟你说 你先讲 我爸找我 跟我商量了一下我们家的债务问题 还欠了好多家的外债 最大的一笔一千万 之前我也不知道是欠谁家的 前段时间我才知道 是欠你们家的 那你想让我怎么帮你 不需要你帮我 我觉得我靠着我自己的能力 借几个大单 还这些钱也不是没有希望的 就凭咱们俩的关系 没必要让自己那么辛苦吧 我们结婚吧 结了婚就可以把你的债务都免了 这样多好啊 你什么意思呀 我是这种为了钱 跟你在一起的人吗 不是为了钱吗 什么意思呀 你不就等着我自己 把这话说出来呢吗 我今天都听见了 你跟你爸在楼下 说只要你跟我结婚 欠我们家的钱 我就可以给你免了 还可以利用我们家的财力 巴里巴欠的其他家的钱 都给抹了 不是这样的吗 你听了 你听错了 那只是一个假设 不是这样的 而且我告诉我爸 我们两个是真心相爱 让他放弃这种假设 是我听错了吗 对 是你听错了 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你 就是死不想让你觉得 我好像是有事情瞒着你 我觉得我们应该 真心坦诚地相对 是不是 坦诚什么 我 你是坦诚人吗 对 我把什么事情 之前你跟谭少语在一起 住在谭少语家 就是为了让谭少语 买到你家家 不是这样吗 我怎么可能是这样的 我到谭少语家 我爸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我跟他电话联系不上 你现在跟我联系 住在你家家 他电话打不通 你也是为了跟我联系对吗 我都不知道我爸在哪儿 知道前段时间 我爸曾出现在我面前 他才跟我说了债务问题 我根本不知道 其实你早就知道 我都不知道我爸欠了 你家的债务 为什么不知道呢 我怎么可能是这样 我爸我根本就没有谭少语家的钱 就是让贝勒你家的钱 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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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假的 全部都是假的 全部都是你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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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假的 你骗我 我没有骗我 你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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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结婚吧 我们分手吧 你骗我 没来你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怎么哭着 没来你 你去哪儿啊你 destroy的 你骗我 我去哪儿啊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出什么事了 原来你怎么走了呀 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 不是好好的吵什么架呀 是不是你又欺负他了 我从来没见他那么委屈过 你跟我说说出什么事了 我帮你分析分析 你能让我一个人静静吗 还静什么呀 你可急死我呀 你跟我说说出什么事了 就怎么了就吵成这样了 快跟我说说 你平时 不是 田乐 喂 妮妮啊 你现在在哪儿 我在 家 那就行了 你出来吧 我在你家门口呢 真的假的 真的 我哪敢骗你啊 我刚回国就跑来看你了 不是 你怎么突然回来 事情也不说一声啊 我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行了 你快出来吧 我门口等你 我 我 有点事在外面 没在家 哪儿啊 我来找你呗 行 我现在跟天乐结婚 利用他对我的喜爱 一千万就不需要还了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雷天乐 你知道我为你流过多少眼泪 伤过多少自信吗 你平时 看我 在哪儿 我 我 看你 看你